零花钱够不够花 不够你说话 你总穿这几件衣服 破旧了 让他们给你添置新的 你爹我看你啊 越长越漂亮了 你又要娶太太了是吧 我跟你说啊 这次这个女人 不一般出自书香门第 是有教养有学识 咱家 就缺这么一位文化人 你应该为你爹感到高兴啊 咱家不缺文化人 我就是文化人 是是是是 那怎么样啊 取就取呗 反正也不是第一个 反正啊 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说呢 还是我女儿 最疼她老爸了 胡副官 胡副官 来来来来 进来进来 来看一看 我这知书达理的女儿 怎么是她啊 这就是我的那个她呀 你娶谁不好 偏偏要娶她 我朋友 怎么啦 不许你呢 大帅 我看上龙大小姐的闺房了 我觉得改造一下 做个衣帽间再合适不过了 恐怕就得委屈龙大小姐 搬到别处去住了 凭什么呀 你算老姐你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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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啊 她要房间 你就给她 不就得了吗 我是骗她的 哎呀 爹 大帅 过来 过来呀 大帅 结婚的当天 我想海棠做我的葬行事 否则这婚 我就不结了 海棠好啊 这没问题 海棠化妆最好了 你呀 去把那个海棠找来 让她化不就完了吗 你爱结不结 姐姐姐 来来来 我回来 送送送 是 女儿 你又别生气呀 哎呀 闺女啊 你无论如何 得帮帮爹 她凭什么说话 跟我指高抢呢 那种条件你都答应 你到底是不是 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 哎我怎么不想要女儿了 那整宫昆阳城 谁不知道 莫化是我 隆德水的命根子 你让我往东 我就不敢往西 反正那几个条件 我是不会答应她 莫化 你也替你爹想一想 你看 我花了那么多的聘礼 不娶回来 这不亏大了 哎呀 我们父女两个要一条心呢 哪有自己家里闹矛盾 让外人看笑话呢 是不是啊 哎 你以为我傻呀 我才不呢 你等着看啊 只要她一过门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嫁了我隆德水 谁就是我的女人 那一好说话做事 可不都得看咱们的脸色吗 从始至终我心疼她 只有你一个 你这算是答应了 我可没答应 你放心 她一过门 你爱让她住哪个屋就让她住哪个屋吗 到时候还不是你说了算 但是这个婚礼那天呢 还是去找一找那个海棠 没给她化个妆 把她化得漂漂亮亮的 那也是 撑我们老龙家的脸面呢 不可能 哎呀 就算是爹求你了 宝贝 宝贝 心肝 我不是 我不去 你要不去啊 我就断了你的月银 你 你爹我知道 你是肯定会去的 行行行 找他来啊 找那个海棠 爹 哎呀 哎呀 哎呀